非常感谢您刚才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Danny Kostik 各位桌上都有今天晚上演讲的打印版本 我们公司是Hemisphere Resources 在澳洲证交所上市 股票大马HEM 我们积极地实行勘探 寻找铁矿石在澳大利亚 西亚德利亚州皮亚巴拉地区 我们的目标是寻找达到出口标准的 直运铁矿石资源 我们四年前在澳洲证交所上市 上市之后 我们勘探非常成功 项目组合不断扩大 目前的重点是铁矿石项目 去年我们放弃了黄金的项目 在座可能有的人比较熟悉 我们现在肯定是要大力地推进铁矿石项目的 我们有处于地表的高品位铁矿石资源 项目靠近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项目 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介绍四个铁矿石项目 有的项目是处于初期评估阶段 地质学家正在研究 也有的项目处于就个标准评估的阶段 进行可细研究报告的工作 我们项目所处于的位置 要么是靠近 要么就是被 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石项目的包围 铁矿石业务是澳大利亚经济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而目前铁矿石资源在全球市场上都是尽缺的 我们公司有很好的管理团队和冲突的资金 可以支持未来的开发工作 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介绍四个铁矿石项目 它们分别是Yandikajina South 项目 Hankock Range 项目 Mount Goldworthy 项目 以及Mount Tinstone 铁矿石项目 而其中Yandikajina和Mount Goldworthy这两个名字 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耳熟 我们通过经济调查以及一些运气 获得了这些项目 其中有的项目是 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 我下面给大家介绍的各个项目的顺序 并不代表这个项目的重要性的排名 有的项目可能在未来会快速地推进 成为公司最重要的顶量注释的项目 下面大家看到的这个项目的声明 以及其中包括一个前瞻性声明 我们公司资金通图 我们的股票的结构非常的紧凑 Aruma Resources是我们的一个大股东 这个公司去年上市 其中我们公司20% 前20名的股东占了公司的51% 目前的一些发展的因素是为零 我们公司有非常丰富经验的管理团队 能够帮助公司 从开发顺利进入到生产 我们也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我们的各个工作 我们用四个项目 其中Yandikajina South是靠近世界市 要澳大利亚最大的铁框枝项目 而Handcock Range项目 是处于Brockman含铁建造商 而Gosworthy以及Tinstone这两项目 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工作 我们的战略非常的明确 要大幅增加资源量 而现在一些工作都是在正轨上 我们公司的项目处于皮埃巴拉中部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 有利托公司的Yandikajina铁矿 是世界上最澳大利亚最大的铁矿 这边也有利和利托特项目 这些项目都处于 Maryllama的铁矿石系统上 这个系统所产生的铁矿 生产的铁矿石已经超过了40多亿吨 而这一系统的铁矿石开采度非常的高 所有的资源都有放在我们这一带 全部开采出来 而毕和毕托在这边的项目 占到了他们所有铁矿石项目产量的三分之二 这是从他们公司网站上获得的信息 这边也有一个Hancock的项目 Hopdown 我们这边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Yandikajina铁矿 一个是Hancock Range 我们目前已经发现了 基于地表的高品位的铁矿石资源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是利图公司的Junction 东南的项目以及另外一块项目 而我们的资源 这边有一个指示资源 这是这个小方块中白色点所指明的地区 在这个小部分我们有跋区 也已经发现了露头的核道型铁矿石资源 我们有的部分是已经获得批准的 采矿具有的正在申请中 这是资源的质量 基于这个地下的数据 我已经和中国的铁矿厂商量过 他们说可以全部收买 所以这块地是一个非常明显地的地 我们是怎么获得的呢 我们是通过竞标获得的 我们知道这块地非常有质量 我们的地质学家已经研究过 所以我们参与了这块地的竞标 同时参与竞标的还有Fortis Group Murchison 还有Brockman 这些大公司 最后我们成功地进到了这块地 我们已经获得了采矿租地的批准 同时我们还在申请更多的租地 这块地最大的特点是它的高品位 进地表的资源 目前我们采用55%的编辑品位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钻孔的数据 漏头有三米 非常地明显 非常高之类 我们这边还有几处钻孔 往北边就是利托的业务 那么中间有这条红线分隔 大家看到这ABC三个点 分别是右边这三个图 很明显 铁矿石高平纹铁矿石都是很靠近地表 所以很确定的是这边的确是有达到直运铁矿石标准的资源 我们将下一步进行的工作是要进行钻探 进入下一个族区 下面大家看到的这一个地图 是我们铁矿石呢 资源是处于温里温里造建造 之前很多人都认为这一块建造没有资源 可是我们的地质学家却发现 超过了品位超过66%的进地表铁矿资源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采矿租约 我们将会进行钻探 一旦获得了相关的批准 我们将马上进行钻探 这边右边这个图 图表是我们各个资源的平均品味 平均可以看到各个资源的 基础矿藏的平均品味都非常的高 除了坎特发现亚尼克基因的 CELLS项目之后之外 我们还做了一些冶金测试的工作 我们第一初期的测试工作 让我们了解了资源的质量 并从中确定了我们可以以后做的工作 有了资源非常的质量非常的高 可以进行混合 此外呢这是河道型铁矿 质量非常的软 所以进行压矿碎矿的时候是比较容易 很容易进行低成本的碎粉碎工作 所以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现场的低成本的加工 此外呢资源中的规合铁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的工艺将其变出来 我们要么可以进行混合 要么呢可以将较低品味的资源进行升级 我们已经做了工作是进行了初期的钻碳 获得了这个资源量 我们也进行了冶金测试 我们还发现了近地表的更多的核道型铁矿 把区 我们将会进行更近钻碳 一旦获得了相关的批准 我们将马上投入工作 目前的这些相关批准的申请工作已经完成 正在等待结果 我们的钻机已经准备好 可以马上进行钻碳 目前我们正在处于预可行性评估的阶段 也在进行产品承销的相关商谈 这就是Yentic China South的情况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Hankock Range 也是处于Hankock Range 也是处于Hankock Range 也是处于Hop Downs 项目以北 我们在这边所有的是15公里 10公里的Brockman造枝建造 这边的地质要么就是有很高品位的质铁矿 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资源混在一起 这边的地形是一个褶皱形 显示可能是极富铁矿石资源 我们的目标是要寻找微小微型片状的赤铁矿 比赫比托已经在这边发现了一些矿体 靠北边也有一些已经发现的矿石资源 这一块地区绝对是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照片是从直升飞机上拍摄的 我们已经在这边进行钻探 发现了轻易地表的丰富资源 发现了条状含铁建造 我们的结果目前并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们的中国合作方却相当满意 我们钻身达到了400米 这边的结构肯定是富含资源的 这块地区处于Mariwala系统中 利托公司和比赫比托公司的项目都在这一旦 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关的一场研究工作 目前将准备进行钻探 我刚才也说了今天晚上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项目的顺序 并不代表项目的重要性的排名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 也很有可能会一跃成为公司最重要的项目 这个项目位于Headland港口一东一百公里 避河避托 铁路线从我们的这个项目旁经过 离高速公路也非常的近 这个项目同时还有靠近 非常靠近历史著名的Mount Goldsworthy铁矿石项目 那个项目和我们这个项目的结构非常的类似 我们将看我们的项目是否是含有铁铁矿资源 Mount Goldsworthy非常的成功 因为这个项目的成功开发周边 比如港口公路城镇的发展都非常的迅速 这个项目共生产了5000多万吨的铁矿石 品位超过65% 下面看一下我们的项目 我们这边已经发现了一些漏头 我们要寻找赤铁矿资源 这边的矿石中肯定是还有这种资源的 因为Mount Goldsworthy项目的矿石形态 和这边的矿石形态非常的类似 我们这边已经确定了是有磁异常和重力异常的 我们将要寻找是高重力低磁异常的体局 这边肯定是有罪名的 我们已经进行了500x500的测试 根据是100米x100米 目前地质学家正在统计数据 寻找跋距 肯定是在这一块地区 我们要寻找赤铁矿 下面看到的这个是400x400的重力图 高重力的地方 如果是有低磁力 我们肯定是要进行观探的 这一块地区曾经是进行过黄金和其他基础金属的勘探 我们如果在钻碳的过程中发现了其他的资源的话 我们可能会做相关的开发的考虑 但是目前并没有这样的打算 我们已经获得了钻碳许可 今年将进行钻碳 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第四个项目 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我们购买获得的 Yannick Gina刚才也说过是通过竞标获得 Hancock Range刚才没有说 其实也是竞标获得的 至于Mount Goldsworthy 我们在竞标的时候是第二名 但是第一名的公司最后犯了个错 结果我们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个项目 而至于这第四个项目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资金购买过来的 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项目 项目位于Hatland港口以南 一百公里 靠近Worjina 这个项目地表具有 矿石资源 Great Northern高速公路 非常靠近项目 这边也有一个卡车的车道 所以我们可以很方便地通到主干道上 这边离Hatland是一小时车程 这一块地是非常有战略意义的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公司所取得的一些理程碑和未来的计划 我们已经完成了遗产调查了 现在在等待相关的报告结果 我们将未来进行既然勘探和钻探 我们将继续Yandic-Gina South和Hancock Range的项目 之后会进行Mount Goldsworthy和Mountingstone的工作 我们也在等待一些矿产租地的批准 我们正在进行Yandic-Gina South下面的预可行性研究 进行可能的成销的一些商谈 我们的矿钢市已经完成 计划已经完成 正在等待一些成本的估算结果 正式的预可行性研究 计划是在2012年完成 并且计划在2012年完成成购的商谈 我们可能需要一些协助 比如翻译或者一些本地相关工作人员的协助 我们也在审核生产的项目组合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 能够在2013年实现正式的生产 你现在也就一年多 看看市场为什么我们公司是非常重要的呢 我们是上市公司有很好的技术和资金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铁矿石呢 几天前在博斯召开了一个会议 金融市场也分析了 铁矿石的价格肯定是很强劲 而且会一直强劲地保持下去 为什么要投资我们公司呢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项目 我们有很好的管理团队 我们有很好的组合 我们肯定是很有价值的 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 等一下可以过来问我 谢谢大家